哈喽大家好,我是Siri 每当春天来的时候 我家的天猪葵就真奇斗烟的开放着 我家院子70% 80%的面积都被天猪葵覆盖着 天猪葵有230多种品种 那我最多也就收集了十几个 天猪葵幼珠时为肉质草本 老珠就会变成半木质化 在西方国家呢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用来装饰窗台呀花园的一种花卉 它最佳的繁殖方式就是千叉 我在我很多视频里面都有介绍 可以去找那个playlist 专门有一个打了一个包 我把这个天猪葵种植打了一个包 方便大家查阅 前面视频也介绍过天猪葵分为两种 一种是爬在地上匍匐前进爬藤的天猪葵 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种在花盆里的 种在花盆里的天猪葵多为直立的天猪葵 就不是爬藤的 爬藤的也可以种在盆里 但是你需要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它需要垂下来 这种直立的天猪葵呢 我所有的种在盆里的大概都是三年以上的年龄 都是老猪所以它的金干都已经木质化了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春天来之前要给它浇水 并且在花期也要浇水 在南加州这边特别缺雨的地方 一定要把水浇好 可以不施肥 但是不能不浇水 种在地里的都没有关系 因为整个冬天再下雨 它会吸饱水分 但是种在花盆里面的它的面积有限 一定要让那个水分吸饱 花才能开出来 我尝试过 如果水分没有吸饱的话 花就很难开出来 如果水分特别好 营养也特别好的 天猪葵开得非常的绚丽 肥可以没有 还是这一点 但是水分一定要煮 如果水分不煮就会错过花期 因为天猪葵的最佳开花时间就是在15度到25度之间 这个和汉金莲氏一样都是春季花卉 如果在春天之前没把水浇煮 这个干旱的南加州 你很难看到它开出绚丽的花来 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要禁忌浇水 就不能多浇水 这是化重点的部分 一到夏天就不能浇水 水一浇多天猪葵就容易烂根 很多天猪葵让大家重重重重死的原因 就是因为天热的时候浇太多的水 其实天猪葵除了在花期和开花之前 需要大量的水之外 别的时候养它 你就不需要浇很多水 甚至你不需要浇水 它都能够活下来 它有点像肉肉植物 这种时候有点像肉肉植物 它的土壤的要求呢 跟那个肉肉植物是差不多的 是沙质土壤就可以活下来了 施肥呢 一般在开花之后少试点肥 和秋季的时候试点肥 但是肥料如果过多 反而不会开花 它会疯长 长得很高 但不开花 所以要试灵肥不要试淡肥 天猪葵和汉青莲一样的 也是喜欢阳光的 阳光越多 它的花就开得越艳丽 在春秋两季呢 需要多晒阳光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 如果能遮阴就遮 遮不了呢也没关系 它就是腌的那种状态 要死不活的 有的时候是干嘛 叶子都会干 但是天气一凉 一有点水分呢 它又会开花了 所以炎热的夏季呢 整个天猪葵 它是休眠期 那时候 给它少一点点浇水 甚至不用浇水都可以 有些花友在夏天的时候 问我天猪葵怎么回事 烟烟的或者是长不好 其实那时候就是它的状态 你不用去管它 等到秋天天气凉了就好了 也不用浇水 一浇水肯定死瞧瞧 第二个呢 就最后一个我会分享 天猪葵的食用价值 就是用来吃 和汉金莲一样的 是可以吃的花卉 我查过很多资料 天猪葵呢 并不像汉金莲 那么普遍的用来吃 它能吃的一些花卉呢 是比较有香味的 有一个资料上面叫做 Santed Generium 就是有香味的天猪葵 我的感觉天猪葵是花瓣 还有叶子 它整株都会发出一种 特殊的香味 像柠檬啊 薄荷呀那种味道 在西方国家呢 大家喜欢用天猪葵 用来做果酱 糖浆 或者冰激凌 在那个烘焙的甜点上面呢 用花瓣作为点缀 使其装饰的非常漂亮 并且也有资料显示 这个天猪葵的花呢 也可以用来做沙拉 像这里面显示 Geranium 就是天猪葵 可以用来做沙拉 养过天猪葵 大家都知道 天猪葵花特别招毛毛虫 一到秋天呢 那个毛毛虫就把那个花孤葵 吃得空空的 说明这个花孤葵呢 是特别有营养的一种食物 那么它不光有营养 可以吃 还可以作为药用 我们知道天猪葵精油 它可以具有刺激淋巴系统 和泥尿的功能 还能减轻肠胃炎的不舒适 能够撒死口腔的细菌 所以在喉咙痛啊 发炎啊 牙龄炎感染的时候 可以用它来漱口 可以改善月经不调 乳房发炎 还有更年期的问题 天猪葵精油呢 也是特别好的 洁肤油 对油性皮肤 着装啊 都有很好的疗效 能够促使血液循环 它有这么多好处 但是呢 也可能刺激皮肤 避免呢 就是在过敏的皮肤上面使用 能够调节荷尔蒙 所以怀孕期间呢 请勿使用 天猪葵的花期有十几天 如果天气好 能够长到二十多天 你看这一瓶插花 已经在枝头上面 大概开了一个多星期了 我再把它采下来 现在发展花瓶里面 这是第三天的状态 已经在花瓶里面放了第三天 它依然开得非常艳丽 用清水插花天猪葵呢 就是要每天换水 如果水换得不勤 就容易看到水是混浊的 然后下面的枝会腐烂 这样的花 保存时间也不长 只要勤换水 每天换水呢 会延长观赏时间 综上所述呢 天猪葵是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花卉 不但容易种 容易活 而且能够食用 要用 还能够在家里作为 插花欣赏 所以这是一个 一劳永逸的花卉 你知道种一颗 它就长年 并且像我种在棚子里 种在地里 它就越长越好 越来越多 并且花是越开越旺 这是一个非常能够 给我们带来祝福的花卉 好 谢谢你收看 七月的视频 第七就到这里了 请订阅七月的视频 避免错过下次的分享 有你在的日子 就是一整个穿天